体积小小的四旁位NAS 标配32G锐程和双NVME插槽 易拆装的硬盘拖架 双2.5G网卡 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给大家介绍装置Intel i3八核低功耗CPU的NAS 铁威马F4-424 Pro 铁威马是老牌专业的NAS厂商 深耕NAS领域好多年了 这款全新NAS的八核CPU 厂商没有公布具体型号 不过咱们按这张表一对照 就知道不是N300 就是N305 要我说是N300的可能性更大 毕竟7瓦的TDP 更适合NAS这种 不需要很高巅峰性能的设备 我们直接开箱吧 主机和配件都在这儿 电源线 网线 配套螺丝 说明书 这块电源12伏7.5A 一共90W功率 这台NAS是相对小巧的 看起来比我的窝流性计 J1900小商一大圈 侧面有铁位码的标志 正面产品型号 一共4个3.5寸硬盘位 硬盘指示灯 很方便就能取出它 后面电源开关键 HDMI接口 Type-C接口 USB3.0A口 双2.5G网络接口 12伏电源接口 这是一个超大精英风扇 用来给LAS散热 底部左右后部都有楼空的风道 产品做工从表面上看 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只要卸下这两颗螺丝 就能打开顶盖 当DDR5内存插槽 已经预装了32G的内存 估计应该是4800MHz 双NVMe插槽 可以用来做缓存和高速盘 HDMI接口接上显示器 果然是N300 内存32G是4800MHz 这里可以看到这台LAS CPU的 性能释放设置 TLE是7瓦 今天我们会比较老实 不会去折腾性能的 大风扇 转速很低 只有700转 这里可以修改来电启动的方式 这里有个设置 可以允许第三方系统启动 我使用了安装好的 Windows的NVMe 作为系统启动盘 我们启动Windows 8核的N300 32G内存 另外还有一块U盘 这是铁维码原装的LAS系统盘 板载2.5G网卡是我们熟悉的螃蟹网卡 我们跑了50分钟的FPU单考 CPU功耗一直保持7瓦 整机功耗37瓦 这是没有装机械硬盘的情况下 CPU有效频率1.4GHz 室温22度的情况下 大风扇转速保持760转 CPU温度47度 内存温度32度 SSD温度才26度 温度真的很低 CPU-Z 多线程2161.1 单线程285.4 多线程比其他小主机的N300 N305要差一点 但比N200和N100强 图形能力还是不错的 OpenCL和Volkan 都和其他N300、N305是一样的 顺便也测试了NVMe接口的速度 只有不到900兆B 看起来两个接口都是PCIe 3.0X1的速度 我们来看看机器内部这里 插着一块U盘 这就是铁威玛LUS的TOS系统盘了 准备了两块10T的 CG710的企业硬盘 安装免螺丝硬盘托架 装上硬盘 接上网线电源显示器 在BIOS里修盖启动顺序 就可以启动TOS系统 HDMI接显示器 可以看见纸显示跑码 不能用来播放视频 我们在TOS码产品下载中心 可以下载它家的桌面助手 启动桌面助手 一会儿就找到了TLUS的IP 点击这里 可以转到浏览器的登录界面 识别了硬盘 再先安装TOS系统 重启后设置一个超级用户 创建存储词 创建券 到这里初始化完成了 我们进入铁维码 TOS系统的后台 我们先看看控制变版 现在只有一个超级用户 我们可以针对不同的使用者 继续添加不同的用户 可以创建和管理 共享文件夹 可以挂载远程磁盘 网络里可以看到 我们目前的网络情况 我们目前是软路由DHCP的IP地址 可以更改设置静态IP地址 它还支持USB无线网卡 文件服务 除了我们经常用的SMB 也支持AFP FTP NFS AOLED和中端控制 存储管理 创 存储词 物理硬盘 这是存储缓存的设置 可以用NVME SSD 来做存储系统的缓存 系统设置 风扇工作模式的选择 硬盘休眠时间设置 系统更新 系统信息 很全面 可惜不能实时更新 资源监控 服务 在线用户 可以看到 哪几个用户 在使用NAS的不同资源 应用中心 这是铁维码 自己的多媒体服务应用 也有转码功能 铁维码的照片管理应用 Docker管理 MB服务器 Plex服务器 也有蓄力机应用 VisorBox 可以使用它的安装 OpenWrt 或者Windows 以及Velix系统 我们在没有设置 NVMe缓存的情况下 读写大文件 能够达到283兆B 此时 机身噪音47分贝 耳边噪音36分贝 还算是非常安静 铁维码F4-424Pro 是一台装置 Intel i3 N300 8核低功耗CPU的高性能NAS 32EU的UHD核显 标配32G DDR5内存 4800MHz 双M.2PZE 3.0X1的接口 4个3.5寸硬盘位 双2.5G网卡 这台NAS配置了强大的N300CPU 机身小巧 做工精致 接口齐备 安装方便 系统我使用的时间还很短 不能给出好坏的评价 不过 我发现这系统UI 好像还停留在很久以前 我必须在主菜单 上面的一排小按钮上去寻找 我所要的功能 这就感觉 使用起来不是很湿滑 不知道新的TOS6 在UI这方面 能不能有所改进 总结一下 CPU7W的功耗释放 能够满足NAS的需求 散热精英非常优秀 在超大低转速风扇的加持下 单烤FPU CPU温度才47度 拷贝文件 耳边才36分贝 HDMI显示接口只能跑靶 不能输出视频 变身播放机 有双NVMe 双2.5G网口 接口的兼容性算不错的 这是一台小巧的四旁味纳使 散热和精英相当优秀 自带官方的TOS系统 对于不想折腾第三方系统的朋友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